你见过内心强大的女性 每当说到这种事 第一个一定在回过头来说完来的 首先什么叫强大 很多事我都不在乎 离就离吧 孩子也不要 谈话一见大不了 为了什么 穷就行了 很吃得开 那叫强大了 那你不负责任 一定是在负责任的前提下 才配叫强大 那是我奶奶 我奶奶的面向 这越老 越慈祥 年轻的时候就很自想 老了更自想 他这一辈子 就是围绕着家 作为一个辅助角色 实际上家里的事 可以讲他是主角 忙里忙外整天想着 都是自己的 儿孙 他用他的方式 他用他的方式 那你 每天一日三餐 洗衣做饭 几十年入一日 任劳人员从来没抱怨过 从来没有 然后 剩菜剩饭 家里的 几乎都是他在打扫 还说我这牙不好就爱吃这样 一共就那么点积蓄 那有的给 儿子 女儿 甚至有时候把工资 都给他们一部分 给孙子们一起零花钱 其中我的堂弟 也是从小 他给妈爸大的 一直到 二十多岁 他母亲父亲离婚早 不在身边 甚至 后来几乎 好多年都没有收过费 那钱的方面 额外给我的 零花钱也不少 每次都是不要 结果他还很生气 都不知道他这些钱 是从哪来 那就是工资嘛 就那么点 能省下来的嘛 省吃监狱 每次买东西都是挑最便宜的 百分之能省就省 你知道这物价一直在涨 老人又不会用网络 也不知道什么 平息息 这些买菜便宜 那就过来了 刚开始 他退休的早 就因为抱第一个孙子 招呼孩子 那就是我 那早退了 有很多 这个退休工资领的就 比较少 那一下就是这几十年 就少很多 怎么补偿 没得补偿 心里想的都是别人 那当问他愿望的时候 也不说 这样子心里藏着 唯独最后就想回老家看看 看看少爷子 家人很多都不知道 也没能带他去 就我最后也没来得及 早年一直工作 还掏过大分 我最后也没得到